來來去 那個主人他說 哇 掛保證的啦 來 怎麼下試 吃完這有錄完 那個主人就說 怎麼好像好吃呢 我說 還不錯啊 他說 有機認證要注意 專家教你這樣看 土耳其進口的五花果乾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有機的這個名字 可是翻到後面來看呢 它其實就有這樣子的一個標號 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台灣認證 對 就是台灣發給的認證 國外有機 台灣也是有機 兩個都有 超簡單 高鮮蛋餅 五分鐘 輕鬆上菜 上班族都是便祕 為什麼 因為你的早餐都是蛋餅 這些東西 從沒有纖維 就各種顏色把它放進去 我可以前一天洗好冰冰水 可以 每天這樣做的話 你扭就謝謝我 這個好好吃的感覺喔 而且外面梳 裡面嫩 又把芽菜剛好悶熟 好 有機 無機 生機 別再傻傻分不清 歡迎收看今天頭No.1 今天又到了我們 無獨生活與家庭採購的單元 現在有機跟生機飲食當道 但是有機就等於生機嗎 是這樣子說的嗎 還是他們是就有什麼差別呢 先歡迎南方來賓朋友 因為這個市面上 大家對於有機生機 還是傻傻分不清 所以我們馬上就來看一段VCR 到底大家心裡是怎麼想 對 應該是不使用農藥嘛 不一定 它是已經是做到幾乎是沒有農藥了 不然就是旁邊它們種的人飄過來 不一定 它在安全範圍內應該就可以算有機 會 會比較小 比較醜 還好啦 不會什麼差啦 不一定 要看它把關的這個狀況 不一定 無機的它是賣下來生長 但是有機它不一定 只是說你看 那時候的氣候跟溫度跟其他的生長的環境 它有的還是會很漂亮啊 像那個白蠟有的就是 偷白蠟有沒有 它不一定賣相比較差 它的原來Original就是這樣 有它要洗 洗是一定要洗的 要洗 一定要洗 因為你有充滿有什麼 也有充附著 就是有機的意義 就是它絕對會有充 可能會沒有充滿要殘留 但是你回去還是要清洗 價錢會比一般人會貴一點 原則上應該要 因為有機它栽動成本本來就比 一般栽動成本還要貴 我個人覺得不會 但是如果你有機 你跟直接的那個種植的人買 它不一定比較貴 因為它不需要經過店面 跟其他運效的成本 來 鴨子 鴨鴨鋪 我不認為耶 不是 就是已經有這個 農藥殘留的標準裡面了 廟超標的 所以大家對於有機 好像有一些刻板的印象跟迷思 馬上問一下來賓 鴨子姐跟昌明哥 你們是怎麼想的呢 有機剛剛有問到 就等於沒有農藥殘留嗎 我覺得是沒有農藥殘留 但是重點不是在於 我們在栽種的時候 有沒有噴灑這種農藥 是一定不能夠噴灑的 而且應該是說 這塊土地裡面 它的土腦當中 有沒有農藥殘留這件事情 因為太難了 我記得好像看過 不知道歐美哪一個國家 他們的標準是這一塊 在第六十年以上 不曾使用過農藥 太難了吧 因為你看 有一些化學物質 他們的半摔期 可能要甚至於百年 搞不好一輩子都不會不見的 那真的是太恐怖了 那台灣土地這麼少 昌明哥覺得差 我本來是要覺得是圈 但是你剛露餡了 你說這裡面大家有一點迷思 所以迷思代表 可能這個答案是錯的 你不要被我影響嗎 你有自己的想法嗎 我想法很堅定 我跟你講 因為有機這個東西 照理來講 所有的東西它可能為了要種植 可以容許有些微標準值以內 嚴苛的標準 那值以內的一個農藥的殘留 只要符合那個地方 也許它就算是有機了 好有道理 對啊 因為你知道嗎 我曾經在 今天我們農委會有來 農委會黃組長有來 所以如果答對黃組長有獎狀 因為我曾經在中南部 有一塊農田稻米田 我站在那地方 我就看到隔壁的一個 一個也是種稻米 中間相隔沒有很遠 日本人在那邊勘察 我現場在那裡 他來看什麼呢 有機的種植稻米 但是兩塊地如此近 而我們在那塊地 它是有撒農藥的 那你如果照風向 照不小心污染的話 其實它可能是會過去的 所以我用這裡來推敲 應該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容忍池在 組長你覺得是對還是錯 錯誤到了離譜 對 你說我說的對 是不是 你是寫X他寫對 他會講你對 有機一定沒有農藥殘留 你覺得對 就跟我們來賓 還有我們主持人這邊說明了 那在依照我們目前的法規 有機農產品 在生產的過程中 他就是不能使用任何的 合成化學的物質 那這邊合成化學物質 指的就是我們的化學農藥 跟化學的肥料 而且有機農產品 我們會抽驗它的那個農藥殘留 那目前我們可以檢驗的農藥 大概有311種 那都是不得檢出的 意思說就是要零殘留 應該也不是說殘留 他本來就不能用 所以他本來就這個東西是不存在 那所以在有機農產品 理論上來講 他是應該是說 無化學農藥的存在 那天然的是OK的 對那包括我們在有機的防治上 我們是允許可以用一些 天然的防治資材 像是一些木醋液 或是辣椒水 這邊 那我們把它當作一種 天然的防治資材 對因為這對我們人體 跟整個環境來說 應該都是比較安全 而且是友善的 所以應該我們可以把它 更精準的來講 有機農產品 他是不含化學農藥的 基本上有機種植 只是不能用農藥 照道理就不會有檢出 但為什麼他還要訂一個零檢出 原因是 如果這一塊土地 以前有弄過農藥 現在還有殘留 這個也不行 也不能 也不行 然後如果上面的農地 有用農藥 飄過來這樣 也不行 然後空氣 空氣飄過來 也不行 也不行 水過來 也不行 所以因此他要零檢出 所以零檢出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你哪裡來的 只要有就不算 那台灣有這樣的地嗎 你講得真好 對啊 黃主長有話說 這點可以補充 剛剛我們潘博士講的 真的是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法令 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零檢出 但是說我們的有機農友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他要防止林田的污染 剛剛講 他要做很多的防護措施 那所以現在我們在有機 我們希望說可以推動 來集團專區 用一個大專區的方式來種植 我們找大面積的土地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有機的耕種 這樣就可以防止到林田的污染 因為我台灣 我以前做了十年 太多的農地我都去看過了 所以我一直質疑說 台灣真的有這樣子的農地 他要休耕多少年 他才可以完全沒有農藥 你講得真好 是啊 來 我們那個林老師拿那個嘴巴說 他要講 來來來 其實剛剛創民給我一些 我覺得還是有道理的 因為其實林田污染這件事情 你果然是我們有品味 是現在從事有機的農民 他很辛苦的一個地方 心中的痛 對 跟你的講法完全兩回事 就是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經歷在想辦法讓自己的部分 都不受到污染 可是的確 我們還是有一些環境值的狀況 或者是林田污染的狀況 那像組長剛剛講的 現在政府在推這個有機專區的部分 可是在實行上面偶爾也會有困難 因為並不是所有這一區的農民 大家都想要做有機 對 所以就算是都是在這一區裡面 大家要不要加入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想要加入的人 他如果不住在這附近 他要因為這樣子移過來嗎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實力媒體 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有機專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斷的在跟觀眾講說 其實有機等於林農產這件事情 不是絕對的標準 我們應該更去注意的是有機 他是要友善環境 他是一個永續的一個做那個農作的方式 這個其實是國際間 目前在推動的一個這個有機3.0的方向 那目前台灣還是在2.0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夠零檢出 那我知道這個農委會這邊也開始 有一些法規上面希望有修正 太多人要講話了 好那輪流來先王咪一芬 我們有第一次發言 農友跟通路代表 你是與日農友 我們家19代人種田 就在基層附近 19代 第19代 在2000年開始我也投入有機無毒的農業的推廣 因為我覺得台灣這塊地這麼小 所以我一直也發起一個叫做 健康三好運動 其實推廣有機就是 吃的人好 生產者好 環境好 這個也是盡量能夠兼顧 那剛才租長有提到 還有我們這個 那個水瓶林老師有提到 因為台灣真的很小 像我也常到國外去考察一些農業 你看到澳洲 你到北美 那都沒有參花的 噴農藥都開始塞不人家了 真的 對 所以你看現在農業區的污染 我上次看了2014年 我們那個衛福部發表的 這個所謂癌症的這個地圖 你會發現 癌症最高體力的鄉鎮都在農業區 真的喔 我在台北信義區 我在高雄林亞區 對 所以看到這個報告 我也很驚訝 那表示農業造成的污染 環境的污染 農民會直接深受其害 因為你看 法的農藥到地下水 鄉下很多地方還在喝井水 我們還以為鄉下水最乾淨 這個我真的非常驚訝 我在快15年前 我回老家去驗我們鄉下的井水 那一口井吃了19代人 我也很驚訝 自來水是弱鹼性的 那個井水是中酸度的 所以農業區的改革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政府單位 包含這些農民也是 需要 我們大家進行 有機 就等於賣相差不好看嗎 請舉拍 從頭到尾都是我印象不一樣 各位你們怎麼會舉差 剛剛湯博士又講了 所以認證很重要嘛 對不對 認證他會比較完整 比較安心 但是這個認證幾乎要被廢掉了 哈哈哈哈 有機 就等於賣相差不好看嗎 請舉拍 那絕對是啊 你主持健康節目這麼久 還還這樣子嗎 不是 從頭到尾都是我印象不一樣 我好丟喔 我明明就去那個有機店 譬如說我去買一個玉米 玉米 喔 鮮料有夠肉的你知道嗎 他裡面就這樣子 就是好像缺一顆 然後歪來歪去 我說欸他怎麼會這麼醜 他說沒有撒農藥啊 就有一些蟲害那是自然的啊 我說喔 是這樣 所以都比較醜 所以我就覺得印象太深了 然後很多的青菜 你外面是有蟲住過 對 對不對 漂亮的菜 永遠都往北部送嘛 多漂亮的菜 都是他們留在當地吃嘛 不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真的要謝謝昌明 因為今天他犧牲他的那個 就是這個個人的那個 所以他是懂中不懂 他懂中不懂 他懂中不懂 謝謝 因為那製作有多發了幾萬的壞魚 哈哈哈哈 你覺得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喔 對啊 不是啊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好 每次阿布來這邊煮的菜 對不對 其實我們都在同一攤買的 那他們這一攤呢 就是大姐他們都是去挑 有機的這個配合的農家 去進的食品 那你看我們吃到 或是現場在操作的 你看這食材比較醜 對 還是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很多那種 農人他們很聰明 而且是很多年輕的這些被加入 他們就會去參考古人的方式 比如說啊 我們可能去養個什麼雞啊 藥啊 去吃這些病蟲 他還說幹嘛 其實食物生長出來還是很漂亮 昌明可能還是會停留在一般人的觀念 就說他為什麼 一點蟲會吃 因為沒有用農藥嘛 他不是停留 他是假裝的 因為他通告費領比較多 對對對 他委屈 其實當然現在的所謂的農業技術 當然正在改良 還有一個就是 應該是說 我們大量生產 就像我們生產一些加工食品一樣 他會均質化 所以你感覺好像品質 還有分級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那因為早期在德國這種 所謂自然農法 就是物盡天整 就這樣灑下去 長多少就收多少 所以就像起小孩一樣的 有大有小嘛 每個小孩都不會長一樣高嘛 一樣是你生了三個小孩 一樣會有高低的差度 所以我們只是說以前的印象 這些都收下來 那以前大家就洗服嘛 這些東西都很好 大家可以分享 那他都是用自然農法 沒有用這些化學的東西 那所以你在跳的時候 可能就好壞會撐吃在一起 那現在慢慢會分級 會分類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有雞就可以賣菜 直接來煮來吃嗎 請舉牌 這個我在答錯 我就受不了了 我跟你講 你覺得我都冒汗了 你這樣嚇我 裝傻也不能抓到這個田地吧 對啊 他一定有灰塵的嘛 萬一有人經過吐個口水怎麼辦 鳥經過弄個大便 對 那個一定要洗的啦 為什麼很多人會有印象說 有雞不用洗 像昌米霖 你們鴨子也常常 這種行腳節目 沒辦法 你會發現 你去到那個農場 然後他有標榜說 我很有信心的 這我給你撐的 絕對沒問題 他就現場就吃給你看 對 他就會說 這沒問題 像這樣抹抹抹抹抹抹就吃 對 所以這就是 被這種節目誤導 欸 我還真的有一次 那個果園 然後那個主人他說 哇 掛保證的啦 來 別來吃 我說 真的喔 我就哇 隨便擦 我就開始吃完之後錄完了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那個主人就說 欸 怎麼樣好吃嗎 我說 還不錯啊 他說 其實我種的食物 也沒醬汁 哇 真的耶 其實大家都會忘記 就是說除了剛剛講的 那個農藥之外 其實有機的肥料 它很多都是來自於 牲畜的糞便 那糞便裡面呢 就會有 沙門氏菌 里斯特菌 這些細菌 所以它一樣會影響到人體的 所以你如果不洗的話 就把混便一起吃下去 對 那因為我們目前 可以在有機農 農友他可以使用的有機子肥料 都是經過發酵俯熟過的 那在發酵的過程中 它其實溫度會升高 它就會把這些病原菌 大概都會殺死 所以不是像以前說 我們那個直接就用那個 生的分量去澆 所以是沒有這部分 比較沒有這部分的疑慮 你看 但是真的跟我們昌明兄講的就是 因為在露天栽培有很多灰塵 然後它裡面生物很多 有像是真的會小鳥飛過 刮鳥會爬過 所以還是要洗一洗 但是他因為他沒有用到任何的 化學的物質農藥 像如果用農藥的話 通常農藥都會加那個斬酌劑 它比較容易附著在那個植物上 所以因為我們有機的 他就很簡單就可以用沖洗的 就可以清洗乾脂 好下一題 有機就一定比較貴嗎 這樣嗎 對 我也很想答應 我說 我都聽有機超市買到好貴 有去買過嘛 然後所有的東西他說 因為標榜 他就是因為種植他比較辛苦 所以他的成本就會比較高 現在有一些有機的超市 或是有一些有機的廠商 其實都已經跟農民有一些契作了 這其實它的收成的部分 其實都是量都蠻多的 那相對的成本上面 其實是比早期的有機的價錢 來的比較低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現象 是真的可以買有機的產品 是在台風天的時候 或甚至於像有一些可能乾旱 沒有下雨 這時候 對 那一般民眾就會哀叫說菜市場可能會 因為他比較市場上他比較沒有一個價格的一個制定 可能會隨著人家喊價什麼就會比較高 那這時候倒是可以買說有機店裡面的一些超市裡面的蔬果 那他相對他的價是比較平均的 以整體一整年來算的話 事實上他的價格並沒有比較貴 但他不會有災害嗎 黃書長 他在台風來的時候 一般的菜價上揚有機不會上揚嗎 這個我可能要替我們那個有機農友也是要做一點那個攻打 因為他因為目前 大概通路都會跟有機農友來做氣座 那氣座的價格都是比較穩定的 全年大概價格都比較不會有波動 那遇到天然災的時候 一般的農產品那個價格波動就會相當大 那因為他因為農友 有機農友是氣座的 所以在台風天真的是有很多的消費者 是有苦說不說 有苦說不說 但是價格嘛 那所以就台風天就是可以去買那個了 反正用這個錢還不如買那個 下一題 極緣普認證就等於有機嗎 來 請舉牌 各位 你們怎麼會舉叉 剛剛潘博士又講了 所以認證很重要嘛 對不對 認證他會比較完整比較安心 但是這個認證幾乎要被廢掉了 那絕對 你怎麼會被人影響 其實不是 這個認證幾乎要廢掉 要快廢掉喔 對 要快廢掉 那你剛剛怎麼被一次講完 他要先讓你作答嘛 我看 那邊那個錯 如果你要盯著組長看 盯著他看 你現在才講 如果我自己在上面寫說 我是什麼叉叉國有機 然後沒有你認證算不算 就不行 對 不行 那我就被騙了 我就是叉叉國有機 但是沒有台灣的有機 對 很多這種商品 其實這個可以檢舉耶 你買到了只有寫有機 很多耶 檢舉有獎金嗎 有 有 他領進給我 集員普認證等有機嗎 請舉牌 各位 你們怎麼會舉差 剛剛潘博士會講的 所以認證很重要嘛 對不對 認證他會比較完整 比較安心 但是這個認證幾乎要被廢掉了 絕對 怎麼被他影響 其實不是 這個認證幾乎要廢掉 要快廢掉 對 要快廢掉 那你剛剛從不一次講完 我停你耶 還要先讓你作答嘛 我看 那邊那個錯你 你就盯著組長看 盯著看 你現在才講 捲譜標章的意義 就是我們教導農友 要正確的使用農藥 讓他可以生產出 比較優質的農產品出來 但是這個農產品 它的用藥 最後要符合我們 未不不定的安全農許量 它是屬於那個 用藥安全的這部分 那跟我們有機 我們有機剛剛強調的是說 他不得使用那個化學合成的物質 包括化學農藥 所以有機部分是沒有 那個化學農藥的存在的 那絕對不是容許 它可以在安全容許量以內的 所以是不一樣 那剛剛我們那個 潘博士這裡也講說 我們有機 我們不是把它廢掉 我們希望它轉型 轉向更高階的 像有我們目前在推動的有機 還是說產銷履歷 讓消費者有更可以溯源 可以最終到那個生產者是誰 那生產履歷它不代表有機對不對 也不是 生產履歷是說農民 它的生產過程 就是出問題我可以追溯而已 農民生產過程都是有記錄的 是是 昌明你現在越來越 OK啦 來這個節目要有收穫 來幹嘛呢 優質節目欸 那喜歡過來我們就不發了 欸不要這樣子 缺錢 不是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喜歡 追求有機的這個食品 可是我要怎麼看標章 因為這樣好多 我都分不清楚欸 那我們目前的法規規範 就是說農產品 你要經過有機的驗證機構 驗證過以後才可以標示有機 那才可以使用有機農產品的標章 那目前我們的有機農產品標章 就是我們這個 有機農產品的標章 這是我們就是唯一的 就是這個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那目前我們農委會審認過的 有驗證機有機驗證機構 大概13家 有13家 那只要最後這13家驗證過的 都可以來標示我們有機 那我們看這個圖裡面 有很多有13種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有機驗證機構 他為了對他自己驗證的產品來負責 所以他也會把他的有機的驗證機構的 標章一起跟我們有機的標章附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 怎麼有機標章有13個 那其實不是 那只要我們消費者只要認識我們這個CAS的有機農產品標章 就是他就是通過驗證的有機農產品 我們現在講的這東西都是前端 我們在栽種收穫之後去做的 這食物原本的樣子他的檢測 可是我們很多食物是要再加工過 甚至於是經過包裝 但是這些包裝材 他也有可能會污染到他的食物 問得好有學問 好有學問 因為我自己很在意一件事情是 我會去買HSCP認證的這些食物 因為他們在所有的包裝材上 譬如說我好 我很喜歡買蜂蜜好了 蜂蜜的那個玻璃罐 現在很多人都是用塑膠罐來裝的 這個是很恐怖的事情 最常見的就是那個像汽油桶的塑膠罐 這個是很不OK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就算是用玻璃蜜蜂蓋 他上面還有一個封口的那個塑膠片 那那一片他的材質是什麼 其實他通通都是會融到我們的食材裡面去 有可能 對那這樣子的話呢 真的是很專業 他很專業 我就說他很厲害 因為我們整個有機的驗證 不只是在生產階段 你從那生產加工分裝流通 那每個階段都要經過驗證 你在哪個階段你要標示有機 就一定要經過那個地方的驗證才會通過 那剛剛有提到說我們那個有機 有一些加工品的話 他用塑膠容器裝 尤其是上面那個瓶蓋是塑膠的 那過去有些進口的比較多 他那些有一些我們都才會驗出 有塑化劑的成分在 對啊 其實這是都不合格的 都不合格 有機要求其實是蠻嚴格的 我比較嚴死啦 要問一個這麼專業的問題 後面我們怎麼追問 姐妹 但是我剛本來說問什麼 你想問什麼 我想聽 我本來是想說 人家我們以前看到什麼ISO900 以為就是有機你知道嗎 有些很多人懂不懂 只要問一個什麼 我們就是不是有機的 所以他問那個問題 真的是很專業就是說 連加工廠 你要分裝廠加工廠 其實都要通過它的驗證 對啊 使這13個驗證單位 他要派人去驗證 假設我今天這個洛神花新鮮的 我曬成乾之後曬成乾 你新鮮的有有機認證 你可以直接上市賣 但如果要曬成若神花乾 或做成若神花果醬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要送到合格的 有機認證加工廠 生產出來才可以貼那個標標 你如果隨便自己曬一曬 隨便自己包一包貼 不可以寫有 雖然他用的原料是有經過認證的 這是蠻特別的一點 接下來我們去超市 就會想買一些進口的商品 可是像上次我去買花茶 我就一直在找那個有機 可是他就是沒有CAS的標章 然後我想說那他就是外國人說 他是有機的 那他這樣子就等於有機嗎 我要怎麼分別 現在其實也有越來越多的 進口的有機的食材或是產品 那其實只要是進口的部分 都要通過進口國 以及我國的一個認證的單位的驗證 兩邊都要認證 而且要經過農會這邊的 發一個許可 才能夠你還要發許可給他 那如果我自己在上面寫說 我是什麼XX國有機 然後沒有你認證算不算 就不行 就不行 那我就被騙了 我就是XX國有機 但是沒有台灣的有機 很多這種商品 其實品名上面有有機這兩個字呢 不準 你一定要翻到背面看他的標示 最簡單的就是他有一個 像身份證字號 一樣一個字樣的東西 有機字號 對然後他也要有進口國的名稱 然後地址電話 原產地等等的一個部分 那製作單位很用心 就是有從這個有機店買來一個 這個是土耳其進口的五花果乾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有機的這個名字嘛 可是翻到後面來看呢 他其實就有這樣子的一個標號 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台灣認證的 對就是台灣發給的 國外有機 台灣也是有機 兩個都有這樣 為什麼還要在台灣再業一次 在進口的有機商品 我們是採有機通等性認證的方式 意思說他那個國家的那個 有機的那個規範的標章 跟那個驗證的程序要跟我們國相當或相同的 我們才會給他同意他進來 那目前大概我們有承認 有等同性的國家有22個國家 對 那其實不多 一百多個國家只有成為22個國家 對 大概歐盟跟美加 澳洲 然後紐澳 智利這邊 有22個國家 那大概剛剛提到說 他如果想要進來我們國內行銷的話 他還需要我們合發給他一個有機進口的標示 同意文件 那裡面有個字號 他才可以標示有機 所以剛剛講的 他包裝上如果是寫有機 還是說他有英文的有機的字樣 Ogonic 那些 那其實都是違反我們的規定 一定要認證就對了 對 一定是 這個可以檢舉 就是說 如果讓他進來呢 你買到了只有寫有機 很多欸 檢舉有獎金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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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比您的好幾萬多 我覺得可以做欸 喂 可以做什麼 他領進有沒有 因為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譬如說玉婷或是黃租長 我們常看到很多歐洲進口的食物 他們是經過歐盟認證的 那歐盟他們其實在對於 這個食品安全上面是非常非常嚴格 比台灣還要嚴格數倍 對 好 這樣子 那假辯 即便說我們今天假設你去買那個 歐洲來的花茶 對 他有通過歐盟認證 但是他還沒有到台灣的認證 這樣子我可以安心一點點 我就覺得我很安心啊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沒有經過農委會去查 他寫的那是真的假的 搞不好你在歐盟 他根本沒有通過他自己在那邊寫的 沒有 歐盟有一個方位標籤 歐盟的國家 大概大部分的國家 我們都有跟我們簽訂 那個通等性的國家 所以大概他那個國家的驗證機構 驗證的東西 他可以申請進來 大概我們也都會同意他 來進來我們國內 所以還是要有那個標示的同意文件字號 還是要 不是申請一下 你申請你不是進海關的時候 你都會審核嗎 說我們是有機的OK 所以進來他那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們發給他一個字號 他才可以進來 了解有機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了解 什麼是生機飲食 你看那個雞鴨鵝 為什麼它那個生的豆子 它可以直接吃 為什麼 因為 不是 它會含在哪裡 這裡有個囊袋 人沒有這個囊袋 所以你不能把生的黃豆生的 你們有啊 那不是紅錢 那不是紅錢 不是紅錢 可能吃菜 兩位會有這樣的刻板印象嗎 生機飲食不是說一定要吃生的 它只要是乾淨的 它只要是健康的 其實熟的他們也是吃啊 對不對 我想像中的生機飲食就是吃 食物它原本的樣子 不要過分的加工或是去烹煮它 但是我不認為一定要吃生食 因為有太多人不適合吃生食了 對 生機飲食也是從歐美傳過來 那傳過來其實早期叫做生食派 就是肉食吃生的 沒有錯 他們連肉都吃生的 嚇死了 那個派別它只要稍微發酵 天啊 對 他們連骨類豆類 只要催芽發酵之後 它就可以生食了 基本上就你可以消化了 那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什麼東西不能生食 是 那所以這樣子之後 他就覺得 哇 這個標準太高 對 一般人不容易 也接受不了 快要變成山林洞人了 可是那個派別他們印象說 我們人從人類以來也都是吃生的 還沒生活以前不都是打獵 狩獵都是吃生的 但是那個時候的人腸胃道跟我腸胃道不一樣 沒錯 所以後來才會經過修正 所以現在的生肌飲食有這種所謂的中庸派 就是說所謂的修正它 就是說我們生食一些有機乾淨無污染 就像壓著講的 原味原型的東西 是是 來增加我們的所謂的 當時有一個聽眾很好玩 他在演講的時候說 王老師我知道生肌飲食叫做 增加生存機率的飲食 他自己定義的啦 聽起來好像也有邏輯 所以他生存機率 沒有 如果假設都吃生的話 我看生存機率是降低 對 沒有錯 所以就變成說 細菌污染 修正之後 我們適合生吃的一些新鮮的蔬菜 水果 芽菜 我們就可以生吃 那經過那些骨類要熟的 肉類要經過加熱的 你就要去稍微加熱過 可是有一些食物你真的不可以生吃啊 我這邊有簡單列幾個 大家可以分享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的 所謂的豆類跟骨類 這種種子類的其實不能生吃 你看那個雞鴨鵝 為什麼他那個生的豆子 骨子 他可以直接吃 為什麼 不是 他會含在哪裡 只有一個囊帶 他有溫度 有濕度 這些骨類 豆類會經過發酵 會經過催芽 所以他的營養小分子之後 再吞下去 他就可以慢慢消化吸收 那人沒有這個囊帶 所以你不能把生的黃豆 有啊 你們有啊 這是猴姐 所以你豆類 骨類這種東西 所以你有生澱粉 你不能直接這樣吞下去 你會沒辦法消化 會影響你的消化功能 感到不舒服 那另外一個這種夾豆類 像我們都知道 可能有一些生物鹼 你可能不能生吃 那另外一個 十字花科的 十字花科現在發現喔 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當然我們還是會生吃啦 但是不能大量的生吃 因為他發現它會影響 我們這個甲狀腺那個點的功能 所以會造成我們甲狀腺的一些異常 所以這幾個我呼籲大家 盡量不要生吃 了解 而且有些食物是加熱營養素更多 我倒是提醒一下生機 跟我們剛剛討論的有機 其實是差很多的 有機它是有法規的領域的 但是生機這兩個字 它是沒有法規的 但是很多的病人在一些商店 他只要有標榜生機有機 他會覺得是一樣 就是覺得它是一樣的 可以用昂貴的價錢去買它的 很多人會這樣講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花錢去買的話 其實你是要買有法規的 再來就是生的東西 其實吸收率來講的話 當然有打折扣我剛剛有提到 但是比如說蔬菜裡面 比如說像紅蘿蔔 或是紅番茄 它這種其實需要煮 需要有油脂 它才可以提高它的一個吸收率的部分 所以不是生的東西叫做生機 對啦 但是我們病人 上次講一個 他說生機就是那個 一線生機 就是他覺得他吃了這個東西 尤其是很多得重病的 自我安慰或是癌症的病人 其實很多人會吃這個東西 所以但是我們倒是要好好教他說 要怎麼去吃生機飲食 那很多媽媽有個疑問 因為如果你要生機飲食 比如說吃菜類要生吃的話 你一定要洗得很乾淨 可是我要先切再洗 還是先洗再切 王老師 其實這個 當然每個媽媽有自己的習慣 那如果當然你要吃生 一般你看生食有機的食物 對 你要生食當然希望它乾淨烏烏 所以當然要洗乾淨 洗乾淨這個前提一定是 當然我們要沖水沖乾淨 盡量可以泡一下 那有機會的話 用一點鹼鹼鹼鹼鹼的小蘇打粉 浸泡個五到十分鐘 那可以盡量去除 那這樣的話 你再去使用它比較安心 那如果你切開了 我們都會發現 就像你煮菜湯一樣 你切開來就去煮 很多好的壞的都會溶出 那我們不會去喝那個菜湯 所以我常常講 如果你今天這個食材很乾淨 這些蔬菜很乾淨 其實你稍微用一點點水把它蒸熟 我覺得這是最能夠保留它的營養價值 才盡量減少 剛才他講 你要得到這些營養嘛 有生命力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烹煮過程中 你自己把它破壞掉 或者把它融出了 那你就可惜了 那你就可惜了 先切再洗還是先洗這些 其實看蔬菜的種類也很重要 對啦 你比如說我每次去吃那個 這個餐廳菜的時候 那個青江菜 通通沒有切下來洗 我都很懷疑它那個裡面 到底有沒有給我洗乾淨 那整朵拿上來啊 他跟我講說整朵拿上來 是為了好看 我也知道 對 問題是根本不可能嘛 對 那怎麼可能把你洗乾淨呢 洗不乾淨 所以我跟你講像這種菜 你如果不切再給我洗乾淨 我絕對不吃 可是他這個就是一體兩面 你知道 如果說依照這個 侯老師啊 你在看吧 侯老師 我們如果有歐盟的 嚴格的標準來講 還有HSCP認證是不是 其實如果你先切再洗的話 你就怕你洗一下 如果萬一他有農藥的話 他滲透他從裡面 就吸收進去 真的 所以如果是這個標準的話 但是如果這樣子做 你又像這個青江菜 你裡面又洗不乾淨 對不對 很多比如說高麗菜 有很多菜 他都夾在裡面 那怎麼辦 他是怎樣的 先外頭先沖一下 對 沖完之後呢 然後再剝開再洗 那洗乾淨以後再切 因為就一樣 所以我們用量價值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 他是整株下去洗 然後把它剝開就好 不要切 對於你切葉細的話 相對裡面的B群 跟維生素C的流失量還是有 但是剛剛提到青江菜的部分 因為有的人還是會稍微切頭 然後把它洗乾淨這樣子 那我們發現說 如果你真的稍微切一下去洗的話 你的流失大概也是 流失20%到30% 一點點而已 不會全部流失 所以基本上建議就是說 如果是一條一條的蔬菜蔬果 那種其實都是先洗完之後 再做切的動作 那生肌飲食到底怎麼吃 才可以均衡營養 你也不是亂吃的對不對 我們都會建議他怎麼吃 通常在醫院 我們都會跟他說 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要用生肌飲食 去打一杯精力湯 或甚至有的他會煮一些 濃湯類的東西 當作生肌飲食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是 六大類食物都要吃到 比如說你如果你在生肌飲食裡面 你家的地瓜啦 燕麥啦 那我們是不是就屬於比較偏向 是五骨根莖類跟全骨根莖類這一個部分 那蔬果就是一般通常生肌飲食 它都會加入的蔬菜跟水果的部分 另外呢 如果是豆魚肉蛋類 生肌飲食其實我們發現 它蛋白質的一個 那個攝取量是降低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把一些肉類啦 或是魚啊 把它打進去它所謂的那個生肌飲食裡面 所以它通常都 我們建議可以用毛豆 就是說毛豆把它煮熟之後 其實一顆一顆其實可以放進去 然後另外呢就是像那個油脂堅果 現在有的人會放嘛對不對 就是一些堅果類的 然後裡面可以加一些 比如說像優酪乳優格或者是牛奶 其實我們希望你的這一餐的生肌飲食 是具備所謂的均衡的概念 那均衡就來自於我們衛生署定義的 所謂的這個美日飲食指南的 六大類的一個食物啦 我個人覺得生肌飲食 我是把它比較講大一點的 來告訴我們的病人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話 其實它只要是新鮮的食物 不要過度烹調 不要是加工的 其實就是定義在所謂的生肌飲食 對 就是健康飲食啦 對啦 就是健康飲食 可是我覺得對於攝取營養這件事情 現在的人都蠻有概念的 但是對於買菜這件事情 想法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我就想要請問一下 黃組長以一個主婦的身分來問你 就是像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可以去買菜 我們剛剛有講說有機店或是幹嘛 但更多的是這種小農市值 這樣好夯喔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購買 目前小農市值裡面 如果是有標章的 我們還是要認名標章 對 如果是它是散裝的 那其實它也應該要標示說 它如果經過驗證的 它要把它的有機的驗證證書 標示出來 讓消費者可以去遵循 那我們是有在推那個 完全是有機的那個小農市值 有機農夫市值 那這邊消費者去買到的就是 全部都是有機的農產品 那目前我們也在有推友善環境的耕作的方式 那這份是希望說消費者 你可以透過你信任的那個友善環境耕作的團體 然後去跟我們的這些小農這邊來做互動 你去信任它生產的方式 我可以再追一個問題嗎 因為剛剛其實怡里有講到說 醫院有很多癌症的病人吃生肌飲食的概念 因為很多人都在想說 譬如說外面有一些什麼生肌飲食營 三天兩夜什麼都經歷一趟 很多對不對 然後都會標榜說 那是不是可以抗老化啦 可以抗癌啦 可以什麼很多這種 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身邊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子在做的 林老師 抗癌這件事情呢 光靠飲食就是很極端式的這種 完全的生吃 或者是某一種類型的食物 你吃那麼多 然後就覺得可以抗癌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在研究上面 或者是臨床上面 都沒有辦法去證實 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的 剛剛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就是要健康均衡的飲食 你把自己的身體 調整到一個好的狀態 但是你遇到有生病的狀況的時候 你還是要聽從醫師的指示 然後去吃你適合的食物 因為不是生肌飲食都適合所有的人 更何況更是如果已經生病的話 一定有一些類型的一些病人 是沒辦法接受生肌飲食的 那你如果一昧的去要求要自己 一定要遵從這樣的飲食方式的話 其實也有可能會讓你的病情 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所以觀眾朋友就是 真的是不要去盡興 某一種類型的飲食法 然後而不去聽這個醫生的建議 健康飲食當然可以預防癌症 預防老化 可以讓身體排毒 那所以健康飲食是平常就要吃的 不是生了病才去吃 健康飲食是要每天每日吃的 而不是只有兩三天吃 所以什麼叫生肌飲食 沒有這個道理 健康飲食應該是365天 從頭到早都要吃的東西 它是個生活習慣 當然就對了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有個盲點就是 什麼流行我就跟什麼 真的 就是會亂跟一通 所以還是均衡營養不要亂跟通 因為有些人真的不適合生肌飲食 比較是那種剛提到沒有熟的東西 或是生的東西 我今天這個看板裡面最重要 其實是第一個所謂的這個化療病人 因為在臨床上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可能有的癌症 正在化療病人 那可能開始他會反省他過去的飲食 覺得說以前是不是吃了太多垃圾食物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吃新鮮的 然後他們新鮮的概念 可能定義在所謂的生食這件事情 尤其我剛剛提到打精力湯 或是生吃蔬菜 生吃水果 那其實在治療當下 尤其是在化療當下 其實我們不建議是生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有受到 生食容易受到污染感染的話 其實你容易讓白雪球下降 你就沒有辦法再進行所謂的療程的部分 所以這個其實是跟生命安全有關的 所以第一個特別提醒 所以其實這些人其實應該要吃的是 是完全是熟的 甚至於他的加熱的溫度 都要在65度是以上的 然後避免是那種生食的部分 另外為什麼我這邊提到一個骨鬆呢 因為我們發現曾經計算過 就是喜歡打一些蔬果汁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屬於那種 超級養生派的那一派 他的膳食纖維其實都遠遠超過我們 我們建議量的很多 那我們臨床上發現 高鮮的飲食會影響到鈣質的吸收 所以其實對 所以不只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所謂什麼一些 之前都不曬太陽 或是說沒有運動抽菸會影響 事實上太高鮮也會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發現過幾個 那種比較特殊的案例 所以這個也可能要特別注意 另外呢有一些疾病 包括心臟衰竭的肝硬化的 這兩個其實他們都有一些是會有限水 那你看看喔 如果你把它打成生基因食的話 其實你的水的量其實是要計算進去 加上蔬菜水果裡面 尤其是蔬果裡面有大量的水分 加上在外加的水分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水分是爆表的 所以他會影響到他原本的這個水分 這個水種的這個問題 另外呢腎臟病人 其實有一些腎臟病人是要限甲限磷的 那這個剛好都在所謂的我們剛剛生基因食 必須會添加像堅果啦 像蔬菜水果裡面 他其實都是大量的甲啦 磷這些東西 那就會影響到他整個在整個病程 所以這個其實蠻危險的 然後另外呢 在發育中的兒童跟青少年 還有老人會孕婦 為什麼 因為這是特殊生命時期 如果你要用的話 其實是要用均衡的生基飲食 而不是用蔬果的生基飲食 這個是要特別區分開 因為目前大概有分兩大派 是這兩大派 用蔬果的 然後另外一派 我們是建議是要熟的 而且現在有很多條理機 其實都煮熟 也可以煮熟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更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生基飲食是健康的時候就要吃 不是等生病了才要吃 是一種生活態度 接下來王老師都要教我們生基飲食 到底要怎麼健康吃 健康你只要從哪一餐開始 從你這一餐開始 早餐 早餐 從第一餐 到此今天才在寫 他說很多人上班族呢 都是便秘 為什麼 因為你的早餐都是蛋餅這些東西 沒錯 沒有纖維質 蘿蔔糕加蛋 水都喝不夠 生基飲食怎麼健康吃 歡迎王老師 謝謝 好 我們剛才已經聊那麼多 所以還是要健康飲食 那健康飲食要從哪一餐開始 從你這一餐開始 早餐 早餐 從第一餐 來 王明真的是不錯 他從早餐 對 他就從這一餐 那早餐大家都喜歡吃蛋餅對不對 對 那很多媽媽就打個蛋 蔥花這樣就煎一煎 不然咧 感覺滿應付的 對 沒有菜 沒有蔬菜啊 感覺就你看澱粉有了 蛋白質有了 對 吃菜沒有到 早餐喝多一點好不好 報紙今天才在寫 他說很多人上班族呢 都是便秘 為什麼 因為你的早餐都是蛋餅這些東西 沒錯 蘿蔔糕加蛋 又喝不夠 對 沒錯 那我們今天一樣要示範一個 我這叫彩虹的芽菜蛋餅 這麼厲害 對 那這個一樣 媽媽一樣照這個流程座 但是我們今天要兼顧一點生肌飲食 所以吃到這些 原形原色原味的東西 就不要煎了 再增加它的蔬果量 好 蔬果量 來 我們就打一點蔥蛋 這大家會嗎 好喔 可以多下嗎 要多下 好 蔥好 好 蔥好 這很矮耶 而且我這個還可以變化 如果你不做成蛋餅 你還可以把它變成 什麼 真的 等一下你們可以吃吃看 一樣的餅皮變披薩 用餅皮它變披薩 對 再加一點鹽 別太多 好 那今天如果有起司 我們就把它夾中間就變披薩 OK 加一點胡椒 調味一下 然後起司我就餓了 那我們把這個蛋打一下 那因為生肌食 我們希望大家 早餐其實就要多吃 因為高鮮的東西 高酵素我們可以幫助開店 那我們就把這個兩個 我們就買這一般的這個 全麥蛋餅皮 我家也是用這種 對 全麥的又比較 今天營養肚子 我們就直接放進去 好 那你看我們要兼顧它的營養 就是你要多一些蔬菜 蔬菜 那牙菜早上最簡單 因為牙菜最適合生吃 生吃有一個問題 小孩子通常 對啊 怎麼可能都不喜歡吃 所以我等一下這邊 包進去裡面 就剛好把它蒸了半身熟 香氣全部出來 它蒸過 吃起來 你等一下吃就是好像蒸過的感覺 那我們就把它 甚至再準備一點水果 我們可以用一點鳳梨 用一點這個是蘋果 包成絲 對… 所以我有牙菜有蔬菜 又有一點點水果 又甜度 對不對 那再加一點這個堅果把它磨成粉 我也是辣鬆 好漂亮 這是素鬆嗎 這是堅果的 對素的 這是堅果 所以我們今天那個肉 你看有蛋 有這個蛋白質的蛋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因應小孩子的喜好 譬如說小孩子吃海苔有沒有 你可以再多包一點海苔 也可以 對不對 好漂亮喔 你看我這新鮮洗乾淨 我用各種顏色把它放進去 我可以前一天洗好冰冰一下嗎 可以… 我早上哪有時間洗啊 對 沒錯 有啦 你早一天起來就有了 你不來啊 那像植高麗小朋友 我覺得很營養 可是小朋友也不喜歡吃啊 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包進去 它就倒了 加一點這個堅果素鬆 你加一點堅果粉也可以 你看看起來很好吃耶 對 這樣又有味道 好 那我們就把它捲起來 所以你明天這樣做的話 你以為就謝謝你 這個好好吃的感覺喔 而且外面酥 裡面軟 又把芽菜剛好燜熟 對 又簡單 就有蒸的效果 對 沒錯 沒錯 你就趁熱的時候這樣壓下去 對 你看這外面酥酥的喔 定型啦 對 定型的 漂亮 那你鼓不鼓勵 如果說有的孩子愛吃肉 像這樣子裡面包一個什麼 有牛肉片啊 可以啊 那你就蛋就剪… 雞胸肉 雞胸肉 就少一點蛋 你看我們蛋餅可以吃得很高級 有沒有 高級料理 這樣子弄完你看 現在才前後有沒有五分鐘 是不是 沒有 真的 健康 生機早餐吧 對 上菜 滿滿的這個 有生命力的東西 來 去看看喔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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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那個草味了耶 好厲害喔 而且喔 你又不會感覺吃生的那麼嗆 我喜歡素松裡面堅果碎粒的口感 很好吃喔 對喔 我很喜歡菁菜的脆度啊 對不對 很好喔 我覺得它有抓到小孩子的偏愛 還有一個喔 蛋餅 對 你蛋餅一般吃得太乾 對 脆脆脆脆脆 你加了這些蔬菜水果感覺 有水分 對 吃味很好吃 很好入口 對 剛剛好 好好吃喔 其實蔬菜能夠放進早餐 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又欣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健康之道 我想今天大家學會了 生肌飲食就叫健康飲食 是 有機食品是要認證的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呢 都能吃得健康 買的正確 謝謝專家來賓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